十章 天科地 三天的休息很快 田晶晶估计也是累得紧 打了一通电话来就再也没有联络了 倒是陆雨晨天天出去 薛某妈和陆爸爸都是生意人 这样的假期一般也就睡个懒觉 意思意思 转头就要去上班 所以薛某在这期间 就一直致力于融合精神力和皮囊 天蝎星系的人看着很像蓝星文明中的幽灵 其实他们的表面都有皮肤 只是因为坚韧而透明 所以看起来像没有 但其中蕴含的力量却非常大 薛某执行的任务很特殊 再强的皮肤也无法承受无数年的等待 所以他抛弃了皮囊 而完全将自己元帅级的精神力 作为了自己的躯体 这在天蝎系中 只有少数精神力强大到 已经不需要皮囊保护 也能横着走的人能够做到 显然 薛某可以 但是却没有人再强大到 放弃皮囊后 又尝试着把自己庞大的精神力 再塞入一个容器里 所以薛某此时所做的事情 在他的记忆中 没有先例 所以他并不知道 精神力给这皮囊带来的神奇的改造能力 焕发的荣光 舒适的触感 和凝脂般的感觉 再就是被锤炼的高强度 和蕴含的力量 当他在回校的前一晚 再次走出房间时 全家人都愣了一下 那么 你这两天在房间里干嘛 做美容吗 薛某妈小心翼翼的问道 他心目中 薛某暧昧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 为了减肥 可以得上厌食症 平时话不多 但是却对比自己漂亮的人 有着打心眼里的不爽 可是现在却不一样 他似乎美容的相当成功 非常非常的 漂亮 五官没有变化 却无不散发着致命的魅力 睡觉 真的是睡觉 薛某坐下来 拿着筷子夹了块肉 抬头看看 陆宇晨 嘴上有翻力 咳咳 陆宇晨仿如惊喜 瞪了他一眼 被追赶似的夹菜 我就说 我们家墨墨漂亮嘛 以后也不用减什么肥了 还有谁比你漂亮 陆宇爸爸笑着夸奖 这个妓女以前一直是乖巧的 虽然暑假发生的事情 让他有些许的不猛 不过女孩子暧昧 他可以理解 现在这样健康的感觉 让他的不满也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 回校 薛默是由妈妈接送的 下了车 薛默妈拉着薛默走进学校 今天是看开学考成绩的日子 家长都想第一时间知道 自己的孩子考得怎么样 分在哪个班 所以学校第一教学楼的电子屏幕前 神头攒动 除了全年级正数三十名和倒数三十名 分别在一班和十三班 其他剩余的人 都是按照成绩平均分配的 每个班都有几个 年级前三十几和年级后三十几 薛默妈拉着薛默 起在人群中看了半天 便没看到薛默的成绩 电子大屏幕上流动播放着 每个人的成绩和排名 有时候确实不大方便 所以旁边还有一排展板 上面贴着每个班的名字 怎么回事啊 薛默妈很疑惑 又拉着薛默找到展板旁边 坐在咨询桌前的老师 老师啊 我们家薛默在哪都没名字 怎么回事啊 薛默 中年女老师愣了一下 低头看看名单 恍然道 哦 是这样的 薛默是吧 由于她的成绩比较特别 我们教务处老师特别说了 如果她来 就请她到教务处去一下 特别 哪里特别了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们可以去问问教务处杨主任 薛默妈有点紧张 她谢了这老师 挤过人群往教务处走去 教务处里已经有好几个家长在了 两人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看杨主任好不容易送走了几位大神 转头招待他们 得知来的就是薛默母女 杨主任立刻反应过来 薛默同学是吧 哎呀呀 不错不错 我们没有看到薛默的成绩 也没看到她在哪个班级 主任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薛默妈挺忧心的 以前薛默小学到初中 成绩都一般 大了高中不知道怎么的 爆发考上了一高 莫非现在考的又不好了 不用担心 薛默同学的成绩很不错的 在增上有 全年级三百六十几个人 他排了一百二十位 那 主要是这样的 我们每次开始考后 会分析学生做门的考卷 本来薛默同学呢 被分到七百 他的班主任分析后跟我说 他应该到一班去 哈 杨主任说着 转头拿过一堆卷子 抽出一叠来给薛默妈 这是薛默的卷子 这次的教学 我们精选了各类教材 和历年高考中 涉及初中知识的 最难的题目 本来以为 经过一个暑假的放松 基础最扎实的孩子 顶多一桩卷子 做个五六十份 但是薛默 他这两门全都是满饭 杨主任忍不住惊叹 这卷子不可能作弊 老是一下子也不能做到这么好 而且事先 也不可能有泄涕 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可以确定啊 是薛默的真实实力 薛默妈只看得懂 卷面上两个鲜红的一百 然后疑惑的看看 一脸淡定的女儿 以前女儿最强的是文科 怎么突然变成 理科小潮人了 但是呢 我们又看了薛默的语文和英语 那是惨不忍睹 杨主任抽出卷子 作文全都没写 选择题没做几道 连懵都懒得懵啊 英语还好 三十四分 语文干脆只有十二分 这这这 这语文和英语 都是正常偏难一点点的水平 正常学生 至少考进我们一高的 考个七十分以上 问题是不大的 此时薛默妈 只能见鬼似的 跟着自己的女儿 主任啊 我们就薛默她 她擅长英语语文的 啊 我们看了薛默的中考成绩 确实是这样 看得出来 薛默在暑假很努力啊 不过数学上去了 英语语文不能懈怠啊 薛默妈无语了 暑假 暑假她的宝贝女儿 在干嘛呢 这样的话 薛默一门数学拉的分 刚好弥补了 英语语文两门落下的分 再加上她的科学考得也不错 养主人顿了顿 这也是很奇怪啊 科学呢 包含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人家都是生物地理 这种记忆性的考得好 薛默倒是把物理化学 做得差不多全对 厉害厉害 最后 她语重心长的总结 我们一高呢 对于偏科的学生是很忠实的 特别像她这样 偏大很厉害又很优秀的同学 虽然总成绩没有达到进一班的要求 但是薛默同学这样的 也算得上是怪才了 我们讨论了一下 决定尽求你们个人意见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进一班 不过你也考虑好 你偏得太厉害 在一班 就算不听数学课 光补英语语文 也会真的很吃力哦 这才是来找他们的理由吧 给你机会进一班 但是到时候 累哭了可别怪我们了 薛默妈看看薛默 捏捏她的手 嬷嬷 你自己选 妈妈不希望你太累哦 要做当然做最好的 去一班 薛默毫不犹豫 经语文没问题 所以这种东西 她根本不屑于做 要做起来 还怕吓着蓝心人 薛默的肯定 让杨主任和薛默妈都很高兴 杨主任拍拍薛默的肩膀 那就好 其他事情我们可以负责 薛默妈妈 你可以放心 啊 谢谢杨主任了 薛默妈很激动 一高的一班 那是撒钱都进不去的地方 在个重点高中 可以收溢价升 可以收择校费 但却绝不会把不好的学生 弄紧一板 可以说 那是一高的一个招牌 和一个原则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薛默